身为掌门内力深厚的刘隋斌又能打灭几只蜡烛呢 这天在青城山的倒灌 他准备向自己挑战 在他的面前摆放了13只蜡烛 经过测量最远的蜡烛 与他的身体有两米远 在这样的距离之外 刘隋斌能打灭那些蜡烛吗 我个人认为是跟我们修炼的内功修炼 太极这些有关系 但是因为这个呢 我把它解释不清楚 因为他炼的时候呢 就是他确实他也有 比如说他有些不确定的因素 就是像我们 就像那个状态好的时候 他可以很快就打灭 而且打得很远 但状态不好的时候呢 你就打一米都非常难 这次他能打灭几只呢 刘隋斌第一次出拳之后 前面的几只蜡烛很快就被打灭了 用打法需要极为深厚的耐力 在他坚持不住停下来之后 快要熄灭的几只蜡烛 又重新燃烧了起来 经过连续几分钟的出拳 刘隋斌打灭了九只蜡烛 然而最后 他没能打灭剩下的四只蜡烛 看来他的体力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虽然如此 刘隋斌依然是这项挑战的记录保持者 刘先生的这手功法 确确实实 是让人还很佩服的 那么两千年的时候呢 他挑战世界吉尼斯世界记录 一口气呢 打灭了一下七根蜡烛 这个记录啊 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破 这一点我们还是非常佩服的 但是呢 刘先生什么时候能够练到 传说当中的那位老道长 那样神奇 隔着几米能把松树枝都打断 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问过刘先生 刘先生说呢 可能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练习之后 才能够做到这